衣服尺码怎么亮 在买衣服的时候通常涉及到尺码问题 今天就要分享一下尺码的测量方法 主要是对衣长、肩宽、胸围、领围、袖长、腰围、裤长 这七种的测量 一、衣长 就是从我们的后背的肩线开始 向下一直到衣服的尾部的距离 一点点将衣服扯直两曲 二、肩宽 衣服的两侧肩线之间横向的距离 三、胸围 从BP点开始绕过肩胛骨一圈 最后又回到BP点的长度就是胸围 四、领围 衬衫内有衣领的衣服 衣领与衣身连接部分一圈的长度为领围 要从衣服内部测量 五、袖长 从肩线开始一直到袖口的距离 六、腰围 从胯骨上方 沿着腰线从衣服的内部开始测量的距离为腰围 七、裤长 从腰部开始到裤脚的距离为裤长 咱们 全